樊大哥经商半辈子 徐姐教书育人大半生 虽然工作领域不同 但看得出来 两人都很优秀 从长春乘坐动车 我们就带着徐姐 来到了樊大哥家 哎大哥我们到了 来来来走 进来来 来 来吐息 还行还行 来我给两位介绍一下 樊叔春 徐兄说什么 樊叔春 对樊大哥 你好 你好 好 你长得还行 好 长相挺好的 那都无所谓 男人这些主要是个而已 我这本是护华 商业狗的 互相系统 现在这单位是都没有的 咋子黄呢 这叫师傅 我才开3500 3500 那是保育已经不少了 那你是50体是吗 60 教师60 对 教师从15年国家改的政策 有高级支撑的就是60推 就不是55 中学老师是晓宜老师的 中学 教啥的 教哪篇 猜一下 语文数学 一般也想不到 话学 我跟你说长城市现在就我们这科 现在就高中初中 都不到10个教师 10个 我干的 特别少 我开的都少 日语 那时候不是恢复高考之后 那刚才教学那时候没有人 我同学也有 我同学 但他们后来回来之后 都没从事教育口 你看有你们吉林市安全局的 我们班男生 然后还有你们 还有税务局的 还有税务局的 都改口了 都改了 这样 有知识的 有那个有个医中的 我没说吉利医中的 那些都松过来 刚一见面 两人便互相介绍起了自己的 基本情况 但在听说徐姐是教师退休后 樊大哥这边啊 多少感觉有点不自信了 但毕竟都已经退休了 学历工作那些啊 都不是最主要的了 关键还得是看两人性格 能不能合得来 大哥你先说说 你那个简历 你个人的自然状况 我听一听 我是两次婚姻 两次啊 都是离异啊 对 都是离异 说不好 就是感觉不太舒服 因为也看到过一些离异的 哎呀事多啊 你说说没事 说话哪里 你就牵着出什么事来的 我处理完 我处理完 你这处理这一点尾头都没有 基本都啥复材都没有 那肯定中间有一些 有点事 有一大事 有点事也不能说 那个不用细说 不用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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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他说第二个 我说你不用说 因为那啥 咱也不想了解那么多 如果真跟他在一起 以后再有啥事 那就是你俩在处理了 是吧 对于樊大哥离异这事 徐姐多少还是有些介意的 但随后樊大哥也明确表示 自己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了 不会有罗乱 听到这话呀 徐姐也算放心了 相亲到目前为止 俩人虽然各有担心 但也都还能调和 可是接下来徐姐提出的问题呀 确实让现场的气氛开始有些尴尬了 怎么说 我感觉吧 这个通过咱这个交谈十几分钟啊 然后感觉这个大哥 各方面素质都挺高的 但是我就还是对这个两地 还是因为你看 他离开他本土 他的朋友圈 他的生活习惯都在这儿 你同学呀朋友啊 同事啊亲近啊什么的都在那儿 就好像就是 就说离不开那个根儿 就那种感觉 我就是有这种那个担心 我还是想找长春的 因为在长春 他的朋友圈在那儿 我的朋友圈在那儿 然后在一起 哎各方面就比较好融合 是不是 好 我跟你说两人好 就是一地什么事 那都无所谓 那都小事 我这说话告诉你 你能去他那儿和生活吗 我跟你说我他哪儿都行 另外我自己人有车 就这高树我 全我边地我都留 徐姐觉得自己已经在长春生活 那么多年了 所有的朋友亲戚都在那里 来吉林的话 一是不习惯 二是舍不得 对此樊大哥表示 如果徐姐不想来吉林 自己也可以去长春 既然樊大哥都这么说了 红娘决定再做做徐姐的工作 吉林长春的一直不乱 你动车半个小时一趟 半个小时一趟 半个小时一趟 半个小时就到了 有的甚至比才长春 从京院到那头 坐公交车的时间都短 那倒是 是不是 我是认诀的 其实两地这个事吧 不是不应该成为太大的障碍 以后都可以上来 你拿去 你离开吗 那他还是 在一个大哥这块 也不是不能上唐春生活一段时间 是不是 我那是随便走吧 我不能让男人上我家了 因为男人那么大事 你上你家也有 我觉得好像不符合 中国的这个生活传统观念 你首先说 我什么我嫁不上男的 我女的这边 我这时候是我们弟弟 他首先他把他门封了 首先我是深早上午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个儿都太矮了 像这个年龄 不能说实际实际没得差不多 因为你不能再走第二步了 走这一步就是最后一步了 是不是 不能嫌疑说 不行咱俩就再大伙 过几天算个行行不行就分手 那是绝对不能做的 徐姐告诉我们 其实实话实说 异地不是问题 只要是樊大哥这人 他没想中 离婚 个爱 都是他不满意的点 而对于感情 徐大姐偏偏还是个不能将就的人 所以综合考虑 还是决定放弃了 那那个樊哥就这样的 我也祝愿你那个找到吸引的 好不好 行行行行 好